那是又被围住了 买个保存要不买个保存 买个保存 买个保存 我吵 一定要买个保存 有保存吗 刷新不出来 保存还没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就牺牲了 我靠这次是强行被人家干死了 让你保存跟这个单传秀 王林这边还要围 这边熊猫 熊猫也被围住了 我靠 这真是一个悲剧 井水一喝 顶坐 现在是强行顶坐 钻出来 钻出来 哎 这波我觉得有点亏了 你再围就有点亏了 小路进行反差 好的漂亮 好像问题也不大 就死了一个欧慕猎手吧 对吧 这个欧慕猎手死掉 死掉两击而已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对 这波剑森过来 反过来追击你一波 王林这选手有点秀 有点秀 有点秀 一直想要用小狗来围杀 态度有点稍微的彪悍 还是不要这样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好 现在是追杀 强行追杀这边的 哎 网住一个 好 不好意思 网住以后 杀掉 王林的这条小果 兽人跟精灵集合起来 然后单抓对方 哎 这边兽人要被抓的话 也要死很多 一刀 变掉一个 这到底是一刀布还是变形术 变变个狼骑兵还怎么样 两级 这怎么样怎么有这个有个变了吧 差不多 哎 变掉一个狼骑兵 我说这狼骑兵是变成小兔子以后戳住 拜拜 戳住就拜拜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赶紧往里过来支援 不支援不行 球也有了 兄弟们一起上 一个屠宰场 然后的话 准备好过来开干 这一波的话 准备在射人家里面打 射人苦弓 立马钻地洞 先进行防守 对 这一波的话 以为所为主 然后王林一看 哎 不对 兄弟们冷静一点 有可能对方半路会拦截一波 刚刚剑圣这边 练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大雪瓶 不错 好平啊 这玩意啊 家里面的话 这边是射人选择直上三本 大鸡加科多的一个打法 回过来 我们看到是两个人分开了链接 一个链商店 一个链海龟 而这两家人的话是集合起来 这觉得有点稍微挤了呀 对吧 这个有点挤 全部都在挤这个大海龟 这个大海龟 这个大海龟 表示压力很大呀 你们这么多人都在欺负我 成何体统 不成样子啊 搞定这个大海龟 打了一个吼叫卷轴 那这边欧木烈手 欧木烈手看到了这边的这个 哎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是什么 这个剑圣的呀 哎 想要跳是一个女恋人家保存 秀的不要不要的 好的 漂亮 熊猫升到了两级 剑圣才是要走了 啊 这个兄弟表示要点木材 你这么多狗还缺木 主要是这个小狗一直在前线作战 没有时间进行后方的一个伐木 好 这边剑圣三级的 过来偷苦工 而且它是一个三图环剑圣 输出有点猛的 输出爆表 选择要去练这个大黑胖 大黑胖 大黑胖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兽人是赶紧把这个点给练掉 打到了一个大学后教 两个装备 啊 这边的剑圣呢 还在地方家里面切这个地洞 也是忙的不行 另外一边 熊猫跟着这边的欧木练手呢 在练这个黑胖子 似乎是一个二本的小路打法 暴露 对 一个是暴露 这边兽人的话是走三本的话 三本科技马上快完成 科多 他这边准备走什么路线呢 总不至于走牛腿人吧 大哥 王林这边 我看到他有这边的一个冰龙 准备好处冰龙的 这个东西在之前看到他有有那个牺牲寺院 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 一个小狗加冰龙那个打法 冰甲狼骑兵 这也是蛮蛮秀的 冰甲狼骑兵 这都是平常都是王林冰甲都是打兽族的兵种 这次又看到一个冰甲狼骑兵有点违和感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 好 这边向着汉塔跟着兄弟们是准备练着海龟 然后剑圣的话做好侦察带了无敌 这个RVR的话各种装备 打了一个辉煌光环 极品啊 大雪瓶给到剑圣 团补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装备的一个分配啊 其实能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这边DK是群防群补加回阿 雷琴身上有一个辉煌光环 装备非常不错 这边剑圣是没闲着 无敌加团补 熊猫这边是火焰封印加TP保存 恶魔练手也是保存 双保存 现在汉塔这边大雪加吼叫 对 双方基本上是立冰木马 有一个大雪瓶 把各种的装备都给给到里起 都堆齐了 这边是辅球剑圣 这玩意儿有点凶啊 两个辅球 辅球剑圣 那这边要不来个电球恶魔练手 我觉得也靠谱啊 对不对 电球恶魔剑圣跟恶魔练手都是高速度 高速的一个攻击的英雄 现在我们看到红色这一方纠集起来 准备好对 呃 兽主跟精灵发动一波进攻了 选择的是兽主家里面还是精灵家里面 兽主家里面兽主家里面 兵龙有一条 我靠 这一波 真的是所有的部队都已经冲了上去 准备好殴打一波兽主家里面 不过这兽主是有一个地动的 水晶地动的 所有的兵都躲在里面 这个一定要稳 一定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不要轻易的 网柱这边那个磕多 抚球剑身切磕多 这里感觉好像伤害很高啊 兵龙是套了个兵甲兵甲兵龙 准备好TP下来 这个阵型 小鹿这边看全部熊猫一个九火链接上去 我们的手第一时间被变掉 哎呀我操我们的手 哎哎我们的手 顶起无敌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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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剑身被对方兵龙给黏住 剑身表示有点疼 网住这边剑身要不要 哎呦 现在我们看到熊猫在那边卡里面 不过熊猫还好 远程可以喷喷火 绕出来 剑身这边是顶起无敌砍这条冰龙 冰龙被小鹿给黏住 好冰龙这边爆炸 那熊猫这边现在碰了一口火 我们的手当顶好无敌以后呢被秒掉 不过这也不怪我们的手 他已经顶好无敌 也算是付出的代价 而剑身的话 这斧球剑身好凶啊 一刀剥一张 熊猫这边有点危险 一口火碰一下 因为双宝城的鸡脚姿势 买了个血瓶 有个血瓶 剑身顶起无敌好累生 感觉这一步还可以 红色这边应该顶不住了 变掉这边熊猫 现在杀这边熊猫 熊猫被输出 剑身在有一口腹球以后输出好厉害 DK这边一发C顶住了这边的力气 好那现在这边剑身也是在切这边的力气 一个进 哎呦又是一发C 252跳皮 可怕的很 这边剑身当心了 240 切车子 这剑身当心一点点 注意好自己血量 哎呦这剑身要有点击风步一下 网住DK 一刀 DK直接被放倒 Nice 地面上有个什么东西 哎什么东西被捡起来了 这边剑身又是一把疾风步 好51点血 好惨烈啊 蓝色这边现在冰还有 但是这边我们看到红色这边的话 123三个英雄 剑身被净化住 好的剑身被干掉 还是我进 电球厉害又是个净化 漂亮一刀下来他也被干掉 这样的话这波打完以后 我们看到红色这边只剩下一个的起 和一个新到了冰龙全军覆没 好惨烈啊 剑身是中间买活 不过当时剑身切这个 买活两个英雄 切那个叫什么来着 切那个熊猫感觉真是好棒 变掉这边的一个 哎呀冰龙赶紧散啊 大哥 这完蛋了这完蛋了 这是跑了慢啊 我们看到减速 好的 Nice 是一刀没出进化 狼奇兵往你下来 进化个妹 走 哎 进化了 哎呀这个还是感觉上来好像 这个电球又有一个限制功能啊 这样的话 这条冰龙也是成为对方的一个鱼肉了 又网住一个蜘蛛 跑了慢都得死 对 这这这四道就是跑了快的就是牛逼 跑了慢就就只能爆炸 哦 这边好像是杀掉一个单位 哎这个狼奇兵被网住了 那这样的话小龙过来戳你一下 教你做人 过来是打你这边那个BS 这个兽人干嘛 这么嚣张还不想 不想想干嘛 这是要买本TP的节奏啊 买本TP啊 才选择跟你拖延段时间 他最明显是要拖延时间了 对他非常坏 这波他应该说是自己兄弟现在是 家里面已经完全的没有什么能力了 这个时候他选择一家人 骗家两家人 骗家回家 用一本TP来拖延时间 好吧 这应该说也是个战略战略性的选择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如果说直接去亡陵家里 你往里面有家里面有可能直接就顶不住了 好 这一波的话 这个虽然我木猎手跟熊猫的是被对方给干死了 但是这两个 这边说我们的手上来就被人家变掉输出了扛了很多伤害 对 这还算比较的值得 现在这个场面应该说对于受毒跟精力来说是比较有利的 人口更加多啊 你看这兵啊 茫茫多了兵啊 对方现在是在重新恢复起来两条冰龙全军覆没 雷奇也是死掉了 不过雷奇好像没有把这个大水瓶给用掉 还算比较的机智 用了其实也得死 一旦被电球剑 电球剑身给给给给年上的话肯定是必死无疑了 那我真是蛮想看到恶魔内所带一个电球的呀 电球恶魔内所这是这画面太美了 这画面真的太美了 我真的是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电球恶魔内所给我们看一个嘛 对吧 好 这边是人的矿啊 迷你基地已经是完成了 这真的是迷你基地快得很啊 这个说之前还没有这矿 说完这一矿就好了 那这样来的话 寿主跟精灵获得了一个经济上又是再补水尼塔稳 商店哎呀 哎 我在想精灵在这个地方要是买一片树 买一个也买个基地 我觉得也不错啊 迅速丢一个基地下来 我吵都吊炸天嘛我靠 这边电球 辅球剑身过来侦查一下 不看不知道 看了就一下下一大跳 哎真的 这个商店里面买一个基地嘛 待会儿丢一个大树出来 砰的一声 对吧 快买个电球 现在这个精灵应该是有钱了吧 180 熊猫在复活中 出个阴影 他是希望这边出个阴影 好现在我们看到王林那也是在等这个 然后这两个兽竹跟精灵就非常的无奈了 直接在中间是站稳脚跟 准备好的一个长线发展打后切 健身的话已经升到了5级啊 因为这是2v2的比赛 所以呢这个等级提升应该是非常可观的啊 另外一边这个健身的话也是没有闲着啊 他在那边也是偷偷的利用自己的一个几分布来烧对方 你先50人口吗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健身这边不要在中间左中间走很容易出问题了 我在想真的是这边精灵有必要收到95环境啊 这边给了对方一些钱 又补了一些箭塔 我这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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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啊 这样的话咱们是要往10里逼了 对吧全部的在那边放塔站稳中间脚关 然后再利用这个兽竹的快速迷你基地各种的开矿 我真觉得这边精灵可以买一个基地丢在那边 然后也把矿给开一下这样的话保证一个死 足够的一个经济优势来跟对方进行较量 这边受人这边反应没有反应过来 这边要可以继续运作了 死了这边几个苦工 然后各种的装备都埋起 哎电球恶魔烈手已经看到了 哎帅不帅我就问你 这个电球在上面双刀上面转啊 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我一直想看到这个画面 好像也说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反正你很少见到对吧 当然辅球剑胜我记得我以前是见过了 好对这个球其实这种错位的搭配还是一个非常令人感觉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所以双方突然间就突然间就这个兽竹跟精灵确定优势以后 突然间就选择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路线了 在那边是稳健的在那边等待 这应该说是一个咋说呢 咋说呢你知道对不对 好现在现在这边熊猫是三级欧姆乐手也是三级 这两个英雄有点脆 无敌有一个应该再配一个无敌 然后剑胜的话做好侦查两刀就把它给干死了 做好侦查对做好侦查一定要做好侦查 王林这边是这边剑胜又来这边烧了 不过说实话这辅球剑胜砍砍苦弓真的是有点可怕 这个这个要砍苦弓的话我觉得辅球要比这个电球更加给力 我自己感觉啊 因为斧球有个伤害加深吧 基本上两刀就能把这哥们给切死 好现在再出这个科多 五五三这边剑胜也是那边烧到小精灵 那边烧到苦弓也是没险下 疾风不赢最后一把当心点有必要出个 他这边没有必要死呢 拿来没有办法出无一的 哎这边买了一个基地 哎这个这个场景也是比较少见的啊 丢一个下来丢个下来 直接丢出一棵树 这这这造的速度在那边看着有点爽心悦目 对吧也是给我们看到啊 的确是这样造了买的是买的是看起来是一个受人的基地 其实丢出来是一棵树啊 因地质疑这个叫对吧 好受人也是出了板砖车来对抗对方大量的这个小鹿 小鹿这个兵种用板砖车打绝对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对方的我待会看感觉如果说你说板砖车的话 一定要重点防放这个剑胜的一个突路 因为剑胜也没办法挡挡他 疾风不进来你就没办法阵行堵住他 所以剑胜如果用的好的话 看到这种有板砖车的速度 一定要后排先切板砖车 这是首要的一个任务 对或者是用飞龙 反正飞龙我估计有点难 因为对方是有这个蜘蛛的 就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剑胜这一个一定要发挥剑胜的主观能动性 进行后排切落给到对方压力 就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啊 不跟大家开玩笑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有这速剑胜这个这苦工也是 一路把塔抓到人家快抓到人家家门口 这个剑胜又没闲着 切苦工他也是真的一直是停不下来 双方突然间是都比较谨慎 不敢轻急往中 现在这打不过一波就基本上滚出了呀 真的是基本上滚出了两攻两防 两攻零防 攻防这边都提升起来 这边是一防 没有攻 小小和尚 哎 矿已经干了 哎呀 矿干了 RVR也遇到了EVE的问题 没钱了 而这边的话是 因为通过迷你基地啊 也就是快速的各自开出一片矿 而同时这个地方又被他放箭塔 这凶的很啊 一路往前走 阴影的也是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们选择是绕过来 从这个地方进过来 应该是这么个想法 这边农民哎 被拦住两个农民 杀杀杀 应该是从这个方向 因为他阴影是看到对方 那个建筑学的一个摆放的 从这个地方杀过来 是比较稳的 从正面突破的话 这边有箭塔的话 其实非常不利 这边亡灵跟这个受阻的 所以他们通过阴影的侦查 是选择从这个方向来切落 这个狼骑兵是蓝白猛了 这狼骑兵是绝对被秒杀的 对这么多人 一个狼骑兵过来挑衅 健身MC连击 我操 瞬间打成这样这个样子 人多真的人多 小精灵过来爆蓝 小精灵用的不错 过来爆一定要爆 好现在这健身 我操健身顶起无敌 差一点点我们看到 这太快了 308的俏皮 我靠熊猫 熊猫被人家四个大地在那边敲 感觉英雄死掉 真的是不经意点就死掉了 熊猫被秒掉 我们的手顶起无敌 我靠 这熊猫真的是瞬间秒 王林这边MC连击 加上这个剑圣 很可怕 又是一把一刀波 现在这个阵型 感觉好像之前造的那种防御攻势 没有任何用 健身被网座 强行秒杀 因为没有了这个保命道具 健身被变掉 杀掉这个剑圣 好这样的话 这边所有人的剑圣也被秒掉了 现在他升到六级 六级相当汉套 那这两个大哥都死掉了 我们的手也是被杀掉 我们的手也是被杀掉的 这样我们的手熊猫 他剑圣都死了 只剩下一个向上汉套 得撤了这兄弟 那果断是选择TP 对科多这种兵种 要是跑的话肯定跑不掉的 这波选择TP是比较稳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剑圣 没有切不到后排是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切不到后排 有板砖车这种东西 你后排不切路 板砖车砸你小路 是非常happy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话 肯定是快速推精灵的这片矿 有板砖车的话 推进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说实话 这个亡灵跟兽祖是没有经济的 对吧 买活英雄吗 欧姆列手是买活了 不敢回家 这个家是不敢进了 好 现在只有几个蜘蛛猜的基地呢 有点有点慢 一个c 扔给欧姆列手 这边就拆效比较快了 有板张车 而且这板张车带科多的一个光环 效果还是比较快的 又有狼骑兵 这拆迁速度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好 这速度真的是不要不要的 继续往前砸 一炮又一炮 对 而这边两家人的话 要稍微积攒一下 比如特别是把英雄给买活 没有英雄 没有英雄的话 有点讨厌 这边是各种地方都摆好塔 防止对方开矿 对吧 家里面是健身在复活 这段时间复活的时间 这边基地是要被拆干了 等啊 再等健身 他不敢轻举妄动 一定要等一波 其实当时他们还是有点急了 没必要从这个方向开打 等到对方打你基地的时候 再说 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面 是进行一波团战 没想到打输了 不过这边也有后招 先来看看大家伙 跳个无敌怎么样 大家去说是不是靠谱 再后方一点 跳个无敌再前方 这个有点稍微犀利了 或者对方人一发C的时候 你跳个无敌 别人你这个健身 就保住一条命了 现在是推这个基地 经历了这个基地 反正是一个二本基地 而且也不采矿 无所谓了 只能放弃这片基地了 今天在这边复活 点个清醒 再买点东西吧 要不 现在一定要做好侦查 箭塔什么的都都换好 欧姆那时候也是去买了一个无敌 控制好无敌什么的 这边健身过来稍微侦查一下 虽然把这边东西给拆掉 但是你们这边还是没有经济 对方是有两 这矿又爬出来了 这边矿刚刚是没倒掉 王林没把它拆掉 而这片矿是一直在运作的 所以双方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 这边社人是有一片经济的 别的人都没有经济了 对吧 这个健身是想要再切这个树 这个树 哎兄弟们帮帮忙啊 不能被他树给切掉 这边健身过来侦查好 看对方家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或者说刚刚那段时间 其实他们选择换家 也是一个靠谱的事情啊 但没想到 他们没想到 他们还是想着要保自己的这个经济 赶紧跟健身回过来 熊猫现在还没有复活 熊猫估计是没法复活了 这都已经拆干了 网座 现在注意好 调整好阵型 欧姆六手被对方 一轮技能甩上去 一轮疼疼 一刀波一加 健身这边回过来 往塔里面躲一躲 有阴影的 这健身也不能 也不能掉以轻心 不过这次的话 有一些箭塔在那边 能够帮忙了 对方现在是步步为营 一步一步在推进 并没有急着说一红往上 还是想要冷静的慢慢来 不要慌 这个局面现在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难受吧 这个树应该是没救了 现在退到这条防线上 你今天不敢再打 不敢打这个时候 四个科多 三个飞龙 这个部队有点稍微浮夸 什么部队啊 这部队有点稍微的奇怪 这边有几个小路 但是 他这边问题就是没钱啊 大哥 拖下去的话 对这边受阻是有利的 对这边的受阻跟精灵是有利的 阿姆六手 走位不要这么站靠前 对 如果这样 他这边是在远程采矿吗 我这远程采矿 然后这两家人是选择 再把受人的基地给拆掉 再打最后的决战 这你这两个人那么耐心 真是好啊 好耐心 真是好耐心 我只能这么说 好这波现在冲进来 哎 对 健身这边应该也是 已经是感觉到了 这边的一个部队 我就把这关对方半路拦截 我就真的去对方家里面换家 是否靠谱呢 要打一波了 准备好 先偷这个大鸡 哎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大鸡被输出了 秒掉一个大鸡 但是这个健身当心第一时间变掉以后 一轮输出 第一时间虚散掉 还好 有这边小鹿在那边帮忙 哎呦 这个科多什么网络 我们的手顶起无敌 好输出这边的一个大鸡 基本上输出谁是谁 科多这边可以吞一下 哪哪看到有哥们可以吞掉一个大鸡 狼骑兵 科多可以操作一下 各种吞 健身这边当心 我们的手这边被 我一刀208 我们的手又是一个顶下 死掉 240健身五级 我操真爆炸 输出太可怕了 我能看到这科多 是被第一时间表达 这个狼骑兵死掉 健身当心注意好留一个疾风布 当然有疾风308 给力 变掉 撒粉 健身这边疾风布 哎呀我靠死了 被网络以后216一个调皮 终极到这边健身 又剩下来喊他一个人 其他人在自己近战了 那么太可怕了 被人家打到 就基本上死灰条 这两个板装车的位置 太太刁砖了 这两个位置 从两个方向打击 对方的小鹿跟科多 还真是效果都非常好 因为这都是能够对对方 造成一个额外伤害的一个东西 健身买活 有钱啊 现在也是 但是这两家人 部队这波打完以后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哎这板装车被进化做干掉 优先要把板装给干掉 之前就应该把它干掉 真的不能留 板装车东西不能留 绝对不能留 好 现在终于把这边又拆掉了 好继续拆 这人这边 这个家应该是保不住了 换家其实是一个靠谱的事情 你看王林这边家里面建筑 可以拆拆干嘛 全部给你拆光 而我们的手这边现在 精灵这边现在似乎已经是 还有一棵树 精灵这边现在冰 还有几个小鹿对吧 英雄也没了 英雄也没了 这边还有一个蜘蛛 一个狼骑兵在洞子里面 把这边去全部拆干 现在就剩四个英雄加少量的冰了 冰说实话真不多了 感觉局势拖下去的话 这边兽人现在能不能利用这个经济 把这边给耗死 一刀 两刀 又是一个蜘蛛死掉 这波兽人冲上去 健身 瞬间 瞬间 驱散 无敌挺起来 卧槽 这真的太可怕了 别起这边 当心一个大血瓶吃掉 现在看到这边 当心自己的血量 现在看到 蓝皮 哎呦 一刀剥一刀剥一刀 瞬间就不行了 变掉 往后面钻 332的调皮 一刀斩掉这边了 现在看到五级 一发C给到剑圣 我怕DK是一疯狂的输出这个剑圣 那剑圣有击封布 往座死了 变掉 我怕这感觉不行了 击封布一下走出来 不死 DK这边现在还有一发C 现在我们看到在强追这边 下狼汉塔 下狼汉塔没地方走啊 所有人都在打下狼汉塔 被活活A死了 被活活A死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都A在塔 狼奇兵也杀掉 现在没兵了基本上 剑圣这边回过来 六级224 剑圣这边也没有MANA 狼奇兵往这个科多 一刀 两刀 一发C剑圣 而我怕变掉 一刀 击封布上去 把他的剑圣给砍掉 现在这边只剩下三个科多 加两个小路 狼奇兵可以往一个 赶紧往塔里面躲 但是这个塔有点顶不住 没有祭坛了 先某个祭坛出来 先把这边的一个单位给杀掉 这边小路也是一个兵种 买活剑圣再来 六级剑圣 我操这等级有点高啊 这边我们看到狼奇兵跟 他有点研究点躲吗 DK也是强行通过自己的血 跟对方进行换 好吧 现在这边只剩下一个没血的剑圣 和一个狼奇兵 还有一个板斩车 这板斩车可以继续推 这 这边我们看到小路的卡位 把DK的TP给逼出来 家里面是疯狂的在卖建筑 然后可能想要复活一下力气 现在DK是没血的 没血没蓝 只要是剑圣能够跟上这个 这波杀过来 剑圣你当心点 你提风不走 这板斩车肯定是卖掉了 好的 终于把这边的亡灵跟兽主兵 全部给干掉了 现在的话这边是三个小路 三个磕多 相当霸气 把对方其他人的所有兵 都给杀干了 这边关键有一片矿 他可以继续采迁 利用这片矿的经济 这边狼奇兵还没死 补一个商店 然后 100块钱 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精灵在干嘛 精灵还有三个小路 感觉要把他让他复活出自己的英雄 这边有钱 赶紧让他复活出这个英雄 然后有机会再开一片矿 利用兽人的快速迷禁基地 我觉得一定要开矿 保证自己的经济的一个优势 用钱砸死对方 亡灵这边家里面东西全卖干 剩了一个 买复活一个这边的 相当好那也复活了 好 这应该是亡灵的钱都给 给给给卖了以后的 复活两家人 我操 以前都是亡灵卖了给自己一家人复活 其实这次是卖了东西给两家人用 也是产 也是产 真的是产 真的是去杀农民买无敌 对现在 我觉得有些装备可以卖掉了 什么 这两个东西可以卖掉 鞋跟斧球可以留着 这边现在就剩下两个英雄了 我操这也是拿对方没办法 对方还有一棵树 这棵树也是 这是精灵的唯一最后的一个建筑了 好像 好像他买了树也没用啊 他现在 他现在现在没有人口你知道吗 对现在精灵没人口 这个人卖精灵现在已经死 死循环了呀 仔细一下 没人口 没法进行一个买活 没月景对吧 好像只有兽人加这三个小鹿 小鹿这边不能死啊 就这么三个三个三个苗子了 他已经其他都都没了呀 六级剑圣 六级限量hunter 注意好补给 现在兽人还是可以出兵了 家里面的出兵建筑 还有一个B 出兵狼鸡兵 我觉得这个时候靠谱的 这边苦工过来才开分框 直接先秒歪 无敌 像他们想一定要先秒下来 已经被盯上了 已经被盯上了 目标锁定下来 就是你了 没得跑了 这个苦工 砍死一个 剑圣也是各种偷 偷偷偷 当心被变掉 我有邪你追不上我的 不想走吗 砍你一刀 小鹿也是表示招不住 这狼骑兵被剑圣给给斩掉了 漂亮 这一个狼骑兵如果能够先手往一个也是很关键啊 还有一条狗 剑圣过来也侦查了一下 看到对方亡灵家里面的情况 六级的DK 五级的 那些狗被吃掉了 现在这边有四个英雄 这边是就剩下四个英雄了 他们想他们的想法是先秒下来亨塔 而剑圣这边也是看着对方的一个走向了 我四个英雄 我操六六五五这四个英雄 先杀这边的苦工 好 这一刀上去 又杀掉一个 进化住 剑圣被一刀上去就被进化住 电球大战斧球 狼骑兵网住这边的一个向了亨塔 砍掉这条狗 变掉 这狼骑兵被变掉了 驱散掉 小鹿这个驱散很关键 剑圣进化住他 来啊 DK290 牛逼 当心不要被秒了 NC连击 顶起无敌 我吵牛逼 向来换到这边 一刀不一加 狼骑兵又被一刀236 好疼啊 杰森这边加了个药膏 无敌顶要高 296 DK被进化住 击风步一下 往后拉一下 对稳一点 药膏给他递过去一个血皮 一刀 又是一刀 变掉 一个C 哎呀 走 哎哎哎 一刀被斩掉 怎么穿起停了一下 什么情况 赌一下位置 一个C给到向来亨特 不是说好了 一开始先秒向来亨特 怎么突然间不是秒向来亨特了 磕都被切了 买 我吵买活健身就是干嘛 这你妈的有点屌啊 这边现在 当然他没蓝 要买个蓝瓶 我觉得健身要打的话 买个蓝瓶 现在亨特这边也没蓝 我吵这些过来救援 飞龙这种没什么用啊 我吵这又是一发C 还有多少蓝啊 关键 这个东西非常关键啊 我操 仔细想想 这玩意儿就是大法师在边上 跟他们加油加油助阵啊 又是一发C 你看他DK 我靠你随便扔C的呀 太过分了 现在现在看到这边要补点蓝 只有32点蓝 健身也没蓝 两个英雄都要补蓝 但苦工被杀干了 没钱了吗 真没钱了 这90块钱了 这完蛋了 没钱是一个非常蛋疼的事情 现在精灵的建筑全部被拆干了 而这边居然有一个移动的大法师在那边跟他助阵 他不是四个人在作战 他是五个人在作战 有个大法师在那边 强行切啊 其实这边受阻跟精灵想赢的话真的很容易 他们就选择去换家就可以了 就换家其实是真的可以的 因为他们两个的建筑说实话真不多 我说之前的时候 但他们当局者迷嘛 想不到还是想要正面打 那现在这个局面其实非常不利 这边的一个受阻了 你们现在精灵这边只有一个小路 他妈这也他也就是强行打成夺他了 强行打成夺他了 好这几个人过来再拆地洞 拆地洞还是有经验拿的 别的东西都没经验拿了 不过这拆地洞其实意义也不大了 降下对方人口 也在那边切 哎他升个七截 这可也是不容易 还再切个地洞可以升一截 我来这边就剩下四个英雄 这边就剩下四个英雄 这边就剩下四个英雄 哎 其实真的是可以考虑去对方家里面换家 把人家拆光不就赢了吗 哎这边在远程采光被人家发现了 又在那边踩起来了 真的可以考虑把所有的 特别是那些 特别是飞龙啊 跑过去在对方那边 特别是人家里面拆这个建筑 他是反正对方的空中部队 对方又不能打你的 要打你你就往上面一飞就可以了 这边现在健身一个人在那边单切 这边的一个 而看到向南亨特了 想好像要要秒他 哎哎哎哎哎哎哎我操 我靠这太快了我们看到 谁上去变一下健身拍拍两刀就死掉了 关键这个俯球健身了 这这太可怕了 现在就瞬间就被被他切死了 这边的古宫都有经验 想怎么切怎么切 健身根本不缺吗 你看这健身三百八了一个吗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光环的光环太给力了 这些一个人 这根本打不过在四个人 CMC连接健身也就虚了 他这边还有一个他真的不是一个人 这个还有个阴影在那边啊 两个阴影 前方位扫描 又是一发生健身也是吓尿了 怎么怎么情况吧 这样的话这局现在我们看到四个英雄已经无敌了呀 就得真的无敌 现在他要有来的话给DK都给加血 各种拆塔 又是一发C 我和他健身也是郁闷的很 不过这一发C居然没睡到 你来嘛 你上来我 一个变形数拍拍两刀你就你就挂了 你信不信 冰龙也死掉了 飞龙也死掉了 彻底被打打打打打打打崩了 这边现在只有还有健身 变掉 一刀击风波 下一发C来得及吗 我后面转一下 又拆掉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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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矢 真的是一个个把你拆干嘛 这四个英雄太可怕了 变掉 击风波上去 哎 阴影呢阴影跟上 阴影妈没看到 小鹿现在单单点给健身进行驱散了 一发C死了 对我有阴影大哥 别逗好不好 好雷奇这边升到了六级 那这样的话拆建筑的速度也有没有问题了 这哥们拆建筑的速度绝对是一绝 打出了离开了游戏 好了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其实速度跟机灵打真的是有机会 真的很多机会赢了 但他们还是太太太正面太正面 跟对方险有些对刚 最终是被对方给翻盘 对只能说还是太年轻吧 不过阿威亚的比赛就是这样 在当局者的时候 两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人要明白 他们要干嘛要干嘛 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逻辑 一定要有个自己的思路 最终的话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是等级非常夸张啊 杀了非常多英雄 好也是恭喜最终亡灵跟寿人 最终是通过自己的RPG 影响了比赛 比赛 好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